MOK TV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MOK TV 我是林宥昕 我是張彥霖 妳就是林宥昕的老婆 其實我很簡單 我以前喔 我以前只要拍戲收工 我可能不會那麼急的回家 但是現在只要拍戲收工 我馬上就趕回家 結果看了我 看我們家那個寶貝 然後她可能吃定我了 她可以跟她媽媽完全 單獨的相處在一個房間裡 不會吵鬧 但是只要我一回家 她就非得我抱不可 那可能就是我養成的壞習慣 奉勸各位爸爸媽媽 不要常常抱小孩 不然以後會造成自己的困擾 但其實我沒有很困擾啦 我還蠻樂意抱小孩的 妳太誇張了 我 我 妳怎麼樣啦 講妹 就多了一個小朋友要照顧 然後這是老朋友 一次要照顧小孩 然後又要照顧這個 同時要練兩個人 很累 我兒子出來到現在七個多月 我發現我沒有什麼難題 我可以 她出生就有幫她洗澡 我可以一個人抱著她搞定很多事情 包括泡奶 上廁所 就連我要幫她洗澡 我可以一隻手抱著她 脫掉我的上衣 我老婆都很懷疑我到底怎麼辦到 其實難題我不會 但是有時候被她擄得 擄得很煩的時候 我就會鼻子摸摸 把她背起來去外面走走 我是一個很俗辣的爸爸 我們家的黑臉就是這一位 她只要一胸起來 兒子會跟她裝傻 傻笑 那只要看到我回來呢 就開始跟我 她早上可以這樣交集床 Baby 我對你的期許就是 我在家的時候 你要怎麼整我都沒關係 我在家的時候 請你好好疼惜你媽媽 因為她真的很辛苦 她還是我另外一個寶貝 雖然我老婆常說 我回到家第一件事不是看她 是看我兒子 但其實老婆你知道嗎 我們都住同一個屋簷下 我看她給你看 其實我心裡是想看妳 是眼睛看著她 不要給她 隆隆 沒有 謝謝